她是纽约第一个假名媛 行骗三年无人发掘 网飞就是Netflix狂杂32万美元 只为买下她的故事 今天的华尔街周报 给大家聊一聊《虚构安娜》 在纽约州北部的阿尔比恩监狱里 曾关押着一名这样特殊的罪犯 她看上去文文若若 谈吐优雅 在这个充斥着英语气氛的牢笼里 更像一个走错地方的学生 而非胆大包天的罪犯 但就是这样一个 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女孩 在过去几年时间里 把人们眼中触及不到 高不可攀的纽约上流圈 骗得团团转 她叫安娜索罗金 或者你可以叫她 另外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 安娜德尔维 一个被称为SOHO骗子 假女继承人 社交骗子的德国卡车司机之女 从一家艺术杂志的实习生起 90后女孩安娜 伪装成德国富二代 混入美国上流社会 还化身了纽约社交圈的名媛 骗取了一众纽约权贵心腹的信任 肆意享受权力和财富 带来的快感 甚至在出狱后 也不忘罚整婚启事 积极打造人设 卷土重来 因为安娜在2021年 2月11日获得了假释 即使被捕后 这位超级女骗子 也不忘打造人设 其实她的撒谎技巧并不高超 但非常能说服人 甚至连她本人都相信 这是真的 关于这个 网上最近有个说法 叫做无良症 也就是说25个人里面 尤其女人居多 常常有这个症状的患者 他们大肆地伤害别人 或者骗人 但是自己的良心却不会痛 而且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 所有都是别人的错 那么这一诈骗手法的 假名冤案 在麦海顿最高法庭审判 当事人身负 四项重大诈骗罪名 被判4到12年有期徒刑 支付19万和2.4万罚款 这个故事才告一段落 那安娜索罗金的故事 到底如何呢 正所谓真实生活的进出 就是喜剧的开始 这位女骗子的经历如此离奇 以至于Netflix 以及于电视制片人 签下了5年的合约 将这个为人所尽心乐道的故事 改编为新剧 也就是我们开头提到 叫做虚构安娜 那么这个名叫安娜的诈骗犯 究竟是用了怎样的伎俩 以至于让整个纽约上流社会 都相信她的弥天大谎呢 2022年2月11日 由Netflix出品的电视剧 虚构安娜 Inventing Anna首播了 该剧集根据安娜索罗金的 真实经历改编而成 作为Instagram上传奇的 德国女继承人 安娜凭借着出色的心理素质 和环环相扣的谎言 赢得了纽约上流社交圈的欢心 也偷走了她们的金钱 来看看这个杂志 实习生的名远之路吧 1991年 安娜索罗金出生于 俄罗斯一个普通的家庭 父亲是卡茨师基 母亲是家庭主妇 家里还有一个弟弟 16岁内里 安娜随父母搬家 到德国科隆附近 并转入了当地学校上学 在新环境里 带着一口隆重 俄罗斯口音的安娜 在学校里并不活跃 但谁也没能想到 沉默的表象下 是她对财富地位的 无限渴望 高松毕业后 因为喜欢时尚 一家人便支持女儿 去伦敦上学了 然而在伦敦中央 圣马丁学院待了没多久 安娜选择了退学 她回到德国 在柏林一家公关公司实习 随后又辗转去了巴黎 拿到了在法国 时尚杂志Purple时期的机会 直到这个时候 远在科隆的父母 都没有感觉到 女儿有什么异样 他们对颇有主见的安娜 非常信任 依然照样帮她付房租 给生活费 全力支持她 这次从那以后 一切都变了样 在Purple时期的经历 对安娜所流进来说 非常重要 她在这里 接触到上流社会 并开始全力打造 自己的人生 借助在杂志的机会 安娜有意识地结招 是业界大佬 和主编有过多张合影 也经常有机会 出入艺术家们的工作室 她把这些照片 和引发在Instagram 等社交网站上 标记上对方的名字 并将自己的名字 改成安娜德威尔 声称是来自 德国贵族家庭的 女继承人 所以在社交账号的形象上 人们只见安娜 搭私人飞机 去参加艺术展 三不五时 发起张美术馆的照片 又或者飞去欧洲 各个地方旅游度假 在Instagram上的 只言片语 以及安娜的种种活动 给人一种 她始终在接触 前沿艺术 和艺术家是好友的印象 安娜索罗金拍摄的 部分展览照片 积累其一定的工作人脉后 安娜便开始出入 各种圈内派对 在每个场合 她都能找到与谈话 另一方的共同点 比如 我也认识毛毛 她是我的好友 我们昨天才去吃过饭 她的新作品很棒云云 故事讲到这里 人们或许会认为 安娜只是一个 虚荣心爆棚的小女孩 在社交网站 用心经营自己的名媛人设 但事实上 对于这个拥有着 战斗民族血统的女孩来说 野心绝不值得一点点 那贾名媛怎么真花钱呢 很简单 找朋友买单 2013年夏天 安娜前往纽约游玩 在纽约的豪车美景 公寓酒店 一切都那么新鲜 一切都那么贵 这个爱慕虚荣的女孩 很快被这里的浮华生活 壮运了头 并决定留下 要知道 纽约除了上东区 出生的本土名媛 还获取了来自 世界各地的名流显贵 大多数时候 人们只是跟钱结伴 即使你只是看起来很有钱 在上流社会里 有这样一句话 每个人都是你最好的朋友 你对任何人都不了解 在遍迪的富豪中 有凭借在自己的努力 一夜报复的 新钱阶级New Money 当然也有着 拿着父母的信托基金 到处撒泼的富二代 富三代 叫做Trust from the Babies 虽然刚抵达纽约的时候 安娜还是个 不为人知的小透明 但她充分利用了 人们的心理 在这里灰金如土 刻营造出 自己非常有钱的家乡 靠着认识来的新朋友 安娜出入派对 并拿着之前 在巴黎朋友家那里 东拼西岗来的钱 在纽约的各种高级餐厅 和酒店消费 酒店房间里 也堆满了 各式各样的名牌衣服 没过多久 房间的只眼片 与人们流传着 安娜是来自德国的 德尔维加族 名下拥有价值 6千万欧元的信托基金 只要她满了26岁 就能自由支配这些钱了 为了维持自己的 各种高消费 她刻意地接触 当地的名流显贵 向他们植入 自己也是他们中的 一元的理念 一方面继续宣称 自己贵族继承人身份 同时依靠这一背景 结识有钱人 高 实在是高 对于安娜的出现 没有人关心她的来历 大家只知道她很有钱 为她花钱也是心甘情愿 因为大家都相信 安娜德沃尔还得起钱 从德国来的实习生 在伦敦练过书 说着英语 德语 俄语 还认识很多人 她一定很厉害 此刻人们坊间的传闻 已经被这个女孩 骗得团团转了 再加上她性格冷淡 低调 有品味 所有人都相信 安娜是一个 不折不扣的贵族后裔 上亿资产的女继承人 在这样的心理下 安娜德沃尔 在纽约结交了更多朋友 也在上流社交圈 后的风生水起 在这样的氛围中 安娜渐接触到 一个更高阶层的人群 但安娜知道 要从这些人手中 稳定地搞到钱 并不容易 她得想办法找软狮子捏 来自中国的 华人收藏家黄毛 就是当时的倒霉蛋之一 当时安娜邀约 这个黄毛 一起参加 威尼斯的双年展 并以自己手头 只有现金为由 让黄毛订机票和酒店 并说事后会还钱 黄毛也没有多想 愉快地支付了所有费用 也不是很多 两三千美元的样子 过了一段时间 黄毛自己也就忘了 事后虽然黄毛 对安娜只使用现金付款 有过疑惑 但直到她被捕时 才知道安娜是个骗子 这样的戏码 上演过很多次 安娜也曾忽悠 另一个朋友 前往摩洛哥 在朋友的报销 那趟行程 花了6.2万美元 而安娜没有付到一分钱 一直以来 安娜出门 只使用现金 每逢遇到 要刷卡的时候 都会让朋友 帮她垫付 这些垫付的钱 安娜从来没有还过 神奇的是 被欠钱的人 也很少催她还钱 可能都太有钱 就忘记了 毕竟那帮 为她垫付金钱的富豪们 从没有很在意 为安娜花过的钱 只当交个朋友了 并且他们中的 多数人都认为 对于一个有钱的 遗产继承人来说 肯定是记不住 花费过的小钱的 等她想起来 自然就会还钱了 而这些被骗的 所谓朋友们 而后在法庭作证 在法庭上对峙时 气得直发抖 可惜的是 安娜从来没 记起还钱的事 倒是花着朋友的钱 过着精致的名媛生活 在偏朋友们 为自己买单的同时 安娜也不断 将自己专办得更阔绰 让朋友们 更加心甘情愿地 为自己花钱 她不断告诉身边的人 自己在德国 有一份6000万欧元的 信托基金 但这笔信托基金 在海外 并且要26岁后 才能继承 并且安娜以资产 在海外为由 伪造了一系列证明 她是德尔维家族 继承人的文件 想以此为担保 拿到银行 2200万美元的贷款 可危越来越大了 凭借超强的骗术和口才 安娜还骗来了 耶鲁法学院毕业的 大律师John Cohen 不遗余力地 为她跑向穆拉资金 结果当然可以预见 空口无凭的文件 一下就被银行 推了回来 虽然没有拿到贷款 但安娜成功地 说服了一位 银行工作人员 拿到了高达 10万美元的信贷额度 就是用这笔钱 安娜得以继续 过自自己的名媛生活 并不断持续 自己的精力和财产 眼开着真相被揭穿了 她却把法庭 当作了秀场 虽然奢明生活地继续 安娜欠下的钱 越来越多 显然已经跟不上 自己谎言的节奏了 高调作死的她 花光了所有的钱 却从来没想过如何还 终于只包不住火 等来了穿帮的那天 最开始入住 霍华德11号酒店 因为迟迟没有收到 安娜得威尔的电汇费用 酒店多次向 安娜得威尔发出警告 但都没有得到她的回应 最终酒店更换了 安娜房间的密码锁 并将她的东西 集中存放起来 然而安娜得威尔 并不觉得自己有错 等到回到酒店的时候 她脸不红 心不跳地指责 酒店工作人员 你怎么可以这么做 随后安娜搬离了霍华德11 却又入住了其他的酒店 但都因为付不起房钱 被赶了出来 最终她因为在各个酒店 吃霸王餐 逃酒店前遭到了逮捕 而后纽约一家报纸 刊登了这件事情 这个消息无异于爆炸新闻 我每上流社会圈子 就那么小 几个共同好友一通气 大家这才发现 所有人都被安娜 德尔维 索罗金给忽悠了 而在另外一边 安娜自2017年年底被捕 一直关押在美国的 李克斯岛 不得保释 但这个女人 对于傅吴华 蓄荣的热爱 就算进了监狱 也没有减少一分一好 每次出庭 安娜索罗斯都将那儿 视为秀场 每次都精心打扮自己 以各类奢侈品牌亮相 她甚至还找了设计师 为自己设计出庭造型 也曾因为对造型不满意 而拒绝出庭 安娜索罗金 在粗庭过程中 频繁化妆 甚至成为了 社交平台的话题 即使是在牢狱生涯中 安娜也忙着 写自己在纽约期间的 回忆录 然后还打算写一本书 讲自己在监狱的经历 在电话采访中 安娜说 想利用复兴时间 完成这两本书 日晨丝毫不比 在外面骗人的时候轻松 安排得满满当当 她还挺开心 能来蹲大牢 因为这等于 在丰富写作素材 很显然 她清楚自己的故事 很有吸引力 大家都对这种 惊天骗局感兴趣 所以出书既能捞金 又能重塑自己的形象 安娜所做的一切都说明 自始至终 她都不觉得 自己有什么问题 这是典型的反社会人格 如果你不是当事人 你都会相信 她说的是真的 这事怎么说呢 我其实并不感到抱歉 如果我为之前 所做的一切道歉 就等于对你其他人 还有我自己说谎了 我只是对自己 在某些事情上的做法 感到后悔而已 纽约时报记者 在采访安娜时 安娜是这样说的 所以记者最后问道 如果还有一次 重来的机会 你还会这样做吗 安娜回答的时候 耸了耸肩 笑了起来说 会很有可能哦 在记者有将安娜的新闻 公知语众后 所有人都在问 为什么是她 为什么她能骗到这么多人 其实这个问题 有媒体人形容到 看着纽约的灵魂 安娜意识到 如果利用亮晒晒的东西 大量的现金 财富的象征 吸引人们的注意力 他们几乎无法看到 其他任何东西 安娜眼中的 纽约上流社会 仿佛是一个 容易得到钱和友情的世界 也许在一个用钱 能玩赚的社交规则下 安娜用她的狡猾 与观察力 看穿了这里的虚荣 与浮华 一切就如同 她自己说的那样 这个世界上的钱 是无限的 但真正的聪明人 却非常有限 好 感谢您收看 本期的华华学周报 我是安琪 我们下期再会